花姐狂浪,清华高材生,人设崩塌 被曝整容抄袭,辱骂投行 扬言用钱砸死对方 从唱一首歌仅30块钱,大排当助唱歌手 摇身一变,逆袭成了身价千万的网红 仅凭一首《狂浪》火遍大街小巷 花姐的草根人声堪称传奇 爆火之后,围绕花姐身上的质疑与舆论从未间断过 前段时间更是有网友爆料称 自己遭到了花姐的辱骂和诋毁 内容更是肮脏不堪 革命网友称自己曾在某音乐平台私信花姐想和她合作 不料却遭到花姐骂骂 你看我像是差人写歌的吗 你心平脑子花钱砸死你 花个几十万上百万不是问题 你也不看看你真是社会最底层的垃圾 此言论一出引发渲染大波 花姐虽然曾经混迹夜场 但也是个公众人物 东西主角也能看出 她还自称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接受过高等学府的教育 没想到却出口成脏 不禁让人对她刮目相看 其实这已经不是花姐第一次翻车了 此情花姐还曾经深陷整容抄袭风波 其中此情一直在心间 是争议最大的歌曲 这首歌曲发布之后受到了无数好评 但很快有网友发现 这首歌与张北北的《拥抱你离去》旋律非常像 花姐抄袭的声音也流传开来 要知道花姐的成名曲可号称是自己的原创歌曲 如果抄袭属实 那她的人气一定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 抄袭创文还未过去 花姐又陷入了整容风波 熟悉花姐的都知道 刚开始走红时花姐是鹅蛋脸 如今却突然变成网红追字脸 非但没高级 脸上却多了一丝塑料感 完全退去了当初那种清纯卖唱的气质 变成网红脸后 花姐的辨识度大幅下降 很多人刷到她的视频都认不出 她是曾经的那个助唱 虽然如今花姐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灵气 但是扫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沧桑 不管事实真相如何 也改变不了花姐在粉丝的形象 我们都是因为歌结识花姐 没有必要因为一些没有根知的绯闻 去质疑花姐 努力的人都值得被尊重 这次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评论